明清之计是他在当时修建初期之后 明清之计先后还是有过九次的维修工作 去把它进行一个修缮 这些修缮几乎在我们东侧的壁廊之上 全部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记载 大念在修建当时呢 为了凸显出福西三广之手的地位 所以说他在修建的规格上都是宫殿式形态 比如说他的面穀是器杰 两个柱子中间的这一间呢 他就是一间 然后呢你数他一共有多少间 这就是面穀 近身呢也是一样的两个柱子一间 近身面是面穀七间 近身是五间 一般来说古代呢 面穀九间的形式是帝王代表 面穀七间的形式宫殿是建筑 七间五五间的形式是王宫贵族王宫阿城 群常老百姓在家里修建房的时候 他的面穀最大只能是三间 这是一个笔记在建筑的底线 再来呢就是他的屋底 你看他有两层的绿色琉璃网 不改是童年的屋底 而且他有九条屋底 九条屋底呢叫做歇山地 然后呢两层叫做童年歇山地 童屋底 但是童年呢肯定要单元的地位更高一些 童年歇山地的建筑呢 也是中国古建中的第二级别 仅次于代表地位的 帝王宫的重年屋底 再来看一下屋底的正中间 它有一个类似于楼阁的装饰 这个装饰呢正做是天宫宝刹 俗称呢叫做紫牙楼 就是江紫牙的紫牙 在这个天宫宝刹上方的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